观塘在上世纪50年代被发展成东九龙最大的工业区 立入90年代初工业发展色微大量工厂空置 而观塘小住宅大厦也日趋老化 所以在90年代尾开始政府都为市区重建而做准备工夫 到了2007年,市建局终于啟动了这个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市区重建项目 重建完成之后,愚民坊一带将会变成香港陆法率最高的市中心 并且辟出土地,保留现时的街铺和市集特色 市中心广场也设有瀑布和玻璃鸽蛋营社区中心 配合高超过270米的甲级商劫大厦 成为东九龙的新地标建筑之一 那种重建是要合适的人,就是高粒,很厉害 那种重建是什么? 那种好,因为房子这么高,当然重建 大厦是好的,你还知道,也知道没有,也不许多 你大厦是很厉害的,你也不买一只钱,你也不买一只钱 你不买一只钱,你也不买一只钱,你也不买一只钱 那种重建是好,以后再集中,一个新变茅,也就会有很多 重建是好的,将来特国市区会有新变茅,有很多人来玩的 一個社區進行重建,來自各方的小市民必然要付出相當的義務,令整個社區和諧發展 但是應該以二部並存的權利,他們享有多少呢? 這個計劃是在2020年初開始做的 在東京華的時候,我們現在講而迫做的 有少許的,只是暫時性的,只是兩、三年 一去一去,將來會建幾座新樓,是高一點的 重建了之後,大家可能就要這個方式 知不可的要求,事件的收據真實可以可察 尤其是商戶座的可不供 建局,重建的策略做得不好 所以就有很多業主有機可 新意是很多,一個要選租的錢,就誤起我 他還有幫名加租 覺得我的商戶座很可塵 有些陳情是被一主,被二萬空迫做了 事件我從來不理 每次加很多租,因為業主看死你不會走 因為你要賠償,想得到那策 那我們是不是也是受害呢? 因為我們不是自己的店 我們是租客,大家要給他賠償到每一千半 但又不能走,走了我幾十年經營 那策賠償沒有了,是不是很恐怖? 有益處了少數的業主 希望可以在官頭找回店 但周邊的店的租金已經急升得很厲害 因為知道你個個都想找回店 如果找不到,就可能去休 當然,最好就不要收拾 重建壓影響,我們最高的地方都不必有崩客 我們做了人 周邊的租金現在更失劣 將來,很麻煩 七陣月等,就做到死路了 死路了,就沒有辦法繼續 市區重建位的是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一來可以改善困擾了幾十年的環境問題 還可以改善居民的生活質素 至少不是懷疑不實,貴到無論 如果政府可以平衡到社會各方的權利和義務 保障到每位市民的權益的話 市區重建的目的就會更易達成了 你可以改善居民的內容 你可以改善居民的事情 我們可以改善居民的 tab 齡民地的聲明